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下面这个table 我把这个符表也关掉好了 嗨 OK 那么注意它基本上就是 autos autate 注意它第一个音是用out 为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呢 是out 就好像那个夜音 O-W-L-R 因为我们等一下马上学到这个指示代名词 demonstrated pronoun this this呢 那这个form呢 跟这个autos很像 但是呢 记住它是who 等一下就记住 这个第三人称的pronoun he,she,it 它的第一个发音 重点是out out 那么 等一下我们学这个this 指示代名词呢 那个form跟它好像 但是记住它是会加一个有七号 变成who 所以先提提 那我们 怕等一下时间不够 我还是先把这个考试的范围 跟大家go over一下 陈黎也一直在问 他很紧张 这个考试范围 其实考试范围呢 不是太大 也不会太难 可以啊 都听得到吗 那么 考大词 这是vocabulary的翻译 那么大家就要注意 请大家mark down一下 page 21页 有几个单词这边 都会其中会考一两个 像Basile Basile Basile Sophia 请你们的麦克风关一下 我 我这边呢 我知道但是 我看看怎么关 我要把这个 要mute ok 请同学把手 校长 你自己不能mute 你mute的话 我们听到你说话了 我看看mute 是mute 怎么mute你们呢 participant那个地方mute吗 大家都已经mute了 有五个participant 我 ok 我发现大家都mute了 ok 定量也mute了 ok 那我就安心了 我不是用管的 好 所以大家注意page 21 会有几个单词会考 大家写一下 那包括page 21 下面的句子的翻译 也会有一两条会考 所以注意page 21 这个是最简单的第一课 然后page 22 翻到page 22 17课 注意有些单词 那个vocabulary 也有一两个会考page 22 然后page 23 23 23课 这个不是23课 是18课 page 23 注意一些单词 好像anthropods lutrothase 这些只有几个单词 把它读一读 会考翻译 你就翻中文 或者翻英文都可以 page 23 那么24的单词 也会考几个 都是考最基本的 都是最前面的了 然后page 25 25页 25页 在你们的课本 25页也会有考 然后26页 27页 所以单词呢 考的都是比较简单的 都是前面几课的 那么句子的translation 刚才提到了 在21页下面的句子 会有一两条 大家要注意 然后page 23 的句子 下面的句子的翻译 也会有一两条 page 23 然后page 25 大家注意page 25 page 25 会有一些 翻译 句子的翻译 然后page 26 26页 下面也有几个 一两个句子可能会翻译 再注意 然后就跳到pag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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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句子的翻译 也会有一两条page 34 也会有一两条page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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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都会一直就跳到 这是66页 是今天要讲的了 66页 是今天要讲的了 66页 的句子的翻译 前面的第一第二题 所以要注意哈 包括这个第六题哈 一到六里面都有可能 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 第四句第五句第六句 这六句里面呢 会有一两题哈 所以基本上考的不会太复杂啊 那么另外要注意就是动词生变啊 动词生变 我会给你一个动词 你就要翻译是我解开 还是他解开 还是他相信啊 这些要注意那个字尾啊 动词生变的会有大概六个动词 要大家把它的翻译写出来 那么文法方面呢 那大家要注意三十五页啊 三十五页啊 请翻到三十五页啊 那么三十五页特别都会考这个啊 这个动词啊 要把那个字尾写出来啊 跟整个字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luo 啊 你这oas lua lua 要写出来啊 动词上边lua lua luomen luetia 所以要整个字写出来啊 总共啊 有另外五个form 单数的 跟重数的 动词生变要考啊 page 45 然后呢 page 52 啊 我们先到page 这个 43好了 page 43 43 基本上呢 呢 注意我们会考那个啊 啊 名词隔变 我会给你一个名词 比如说 he oas 啊 儿子啊 那你就要把这个所有格啊 啊 oas voo on 整个字啊 连字尾啊 都写出来啊 这个单数 跟重数啊 啊 那么 47 7月47啊 啊 你就看到那个pronum啊 啊 代名词啊 第一人称我 第二人称你啊 啊 go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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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啊 这些啊 都要 写出来啊 啊 他的单数 重数 he ma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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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二人称也会考啊 you也会考啊 所以都要背起来他的变化啊 那么就要到了52页 52页呢 基本上啊 啊 就是啊 第一格变啊 first attention啊 那个ator的字尾啊 啊 音性的 我给你一个名词 比如说graphy啊 那你就要把他的这个 音性的字尾跟整个字写出来啊 所有格啊 间接收格 直接收格 单数 重数 这个a变化啊 要背起来 当然那个 alpha的变化字尾啊 像oikea 我就把一个oikea的字写出来 你就把他的单数的 这个 格变 跟重数的格变 写出来啊 那么 跟着就跳到后面64页 64页 嗯 啊 不是64页 是那个 what to be what to be what to be要背起来 不是64页 what to be啊 a me a s 你记得吗 那个what to be啊 那个what to be呢 也会考的 what to be 在这个45页 45页 我这里看错了 45页要注意啊 那个what to be 啊 这个a me a s 你记得吗 啊 这个基本上是属于 动词的哈 啊 b动词 what to be 啊 动词生变哈 第一生第二生第三生 单数跟重数哈 那个what to be 那么另外注意就是最基本的一开始我们希腊文的24个字母啊 啊 要墨写出来的 啊 啊 啊 要把它写出来24个字母啊 啊 那当然最后面呢 需要一个pledge啊 啊 就是证明你啊 整个考试呢 没有参考任何的别的资料啊 诚实啊 啊 啊 考试要签字啊 啊 因为不是在这个课堂考试我们做honor system啊 最后啊 就是会有个啊 你自己要签字的啊 这个pledge啊 证明你是诚实的回答 那么啊 考试讲过了就是在coming friday啊 早上九点半啊 到时候啊 大概九点十五分呢 那你就会把考卷email给你们或者微信给你们 当然你们能够打印出来啊 在上面填写也可以 但是假如你们没有printer啊 不能打印 那么就用另外一个指头来考啊 看着那个啊 这个 那个pdf file啊 然后就另外一个指头考啊 考完之后啊 就拍照或者扫描啊 送过来啊 需要在同一时间啊 到时候都会有清楚的指示啊 所以啊 就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考试的范围啊 就是简单的说明啊 就是基本上啊 也不会太困难啊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看看 要赶一下进度啊 最少要完成 这个 这个 特别就是从37课我们要学习这个adjective形容词啊 形容词 那我们来看这个句子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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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 这个 这个 demonstrated pronoun 啊 this this estin is 然后 ho alethinos 那么你就注意到这个alethinos呢 就是true 真实的 是个形容词啊 就是形容theos 形容神 那注意哦 这个形容词呢 要跟他所形容的名词呢 性 数 格 这三方面呢 都要配合的 所以 啊 因为这个配合你都知道 这个形容词是形容哪一个名词 哪一个名词被这个形容词啊 来啊 描写啊 形容啊 所以这个形容词的名词是要in agreement啊 所以你看到这里 alethinos啊 他基本上啊就是主格啊 阳性 好 所以单数 所以你发现啊 性数格 这个真实true god this is the true god 啊 就是啊 这个true就是一个形容词的用法 alethinos啊 啊 那么注意啊 形容词刚才已经讲过了 要跟名词是in agreement 名词 有性 有素 有格 所以同样的形容词 你看到这里有性别 男性 女性 中性 假如是阳性的名词 你就用阳性的形容词啊 就是那个形容词的字尾要变 跟他配合是阳性的 假如那个名词是阴性 那你这个形容词的字尾 就要变成阴性的字尾啊 ata啊 就是第一格变 要中性的名词 那个形容词的字尾就要变成中性啊 on啊 数 所以你看到啊 单数 符数啊 上面的一个column 啊是单数的 下面是符数的 格 就是要配合了 你要描写的形容词是主格 你就要用主格的形容词 你说描写的那个名词是所有格的 你形容词就要所有格 所以看到主格所有格 见解受格跟直接受格 那夫格就很少用了 我们都不背了哈 所以我们看这个 agathos agathos 就是good好的意思 就是形容词 那英文的good 啊 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哈 agathos aga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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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thon agathon 所以就是主格 所有格 见解受格跟直接受格的形容词 来形容 形容相对的名词啊 也是有主格的所有格的 那么符数 你看那个字尾啊 就是基本上都是阳性啊 名词的符数的变化啊 所以信号都是一样的 oy on oy lose 记得吗 oy on 然后整个呢就是 agathoi agathon aga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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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就是这个形容词啊 圣数格啊 的一个情况 那么 女性的形容词 好 一同来读 aga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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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格我们都不要读了 就读 agatho 所以基本上就是从主格到直接受格 中性 那么它的plural form 浮数 就是 i on is us 看到吗 它的词尾啊 aga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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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是 它的主格 一直到直接受格 然后中性 on who on on 所以 整个词就变成 aga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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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pro 重数 aga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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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以前讲过了中性的那个 名词和形容词的智慧啊 啊 就是 主格跟直接受格 on a on on a on a a 基本上 就是 把它那个主格跟直接受格背起来 on on 要a 要中间呢 基本上它是以阳性的变化 u o on o 是一样的 所以就把它背起来 整个形容词 那么最下面一个ro 他就把这个商当的名词 用来形容的名词啊 就放在那边啊 阳性的啊 啊 跟个grafi 阴性的 technon 中性的 child啊 那么它再给你多一个形容词的例子 看到这个最上面这个形容词吗 holy 你注意它是有七号 所以它是读 hargios 一同来读 hargios 又不行啊 hargios 现在是第几章 好 现在是第几章 那一个 而现在我们租 租 租 租在37克 37克 形容词啊 我们放到我们课本 37克 所以不是电脑的问题啊 是这个monitor有问题 我换了电脑也不行 好 我们放到这个课本啊 37克 哎 对 很好啊 奥局也赶到了 嗯 37克 好 所以37克 可能它收 刚才很好 我们的monitor 直接收 从人家庭嘛 嗯 对 怪 啊 没关系了 反正 把它关掉重新看 但是 怪 好 幸好 大家或许打开你的手机 啊 我们在场的同学啊 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就可以跟得上 好 所以 我们 看第二个形容词啊 哈吉尔 所以刚才讲过了 它基本上 蓝性 os wo on 看到吗 哈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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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我们的课本啊 37克 水公词啊 哈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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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种树 Holy Houses 你就用Huggy I Huggy On Huggy I Huggy Us 所以要看这个House 它是主格的 所有格的 还是间接受格 感谢神 这个Henry帮忙 把我们现场的Monitor Activate 那么看中性的形容词 比如说你要描写 Child Take it on 然后你要描写 Holy Child 你叫Huggy On 假如这个Child 是用所有格 你就用Huggy On Huggy On Huggy On 假如Child Huggy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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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就是有这种文法的观念 这个形容词跟名词是怎么配对的 In Agreement 性 数格 就是这三方面都要配对 那么我们看这个形容词 它的用法 那么基本上 形容词这个Adjective 有两种用法 第一种呢 就是一般的 比如说 A Good Boy 就是这个Good形容那个Boy 就是基本的形容词用法 那么在希腊文里面呢 这个形容词用法呢 它的结构 你看到吗 就是在我们的Paragraph 86 形容词用法 就是假如有贯词呢 这个贯词又放在形容词的前面 Huggy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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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s 就是 变成是The True 这个Alecinous 就是True The True God 这个True是形容词 就形容这个名词 God 注意哦 这个 假如这个 有定贯词的话 这个定贯词 要放在前面 跟我们英文的结构 是类似的 The True God 这个The 放在前面 那么它第二种的排法呢 也是形容词用法 就是 The God The True 就是 把这个定贯词 跟神 就放在一起 你看到吗 那个次序 贯词名词 贯词形容词 The God The True 这种呢 翻出来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The True God 那它把它 拆开了 好像把这个定贯词呢 就放在形容词 跟名词的前面 就并排 The God The True 或者是可以把 The True The God 把这个形容词 放在前面 The True The God 那么翻出来 都是一样 就是The True God 这种就叫 形容词用法 Adjetival Use 那么第二种呢 叫Predicate Use 叙述用法 那么叙述用法呢 基本上呢 它就是用 贯词 名词 形容词 就是 等于就是说 The God 然后 Good 其实它有个 Impresist Is 它没有把那个 Is Ami 放进去 那个是隐藏的 所以你翻出来 The God Is True 或者 God Is True 那它那个 次序 也可以 电倒过来的 可以 形容词 放在前面 然后 贯词 名词 放在后面 True The God True Is The God 所以它这个 Is呢 是隐藏的 但你看到 这种结构的时候呢 你要把那个 隐藏的Is 就是读出来 比如说 The God True 其实是 The God Is True 或者 True The God True is The God 所以 无论个形容词 放在后面 或者前面 这个所谓的Predicate 都是一样的 翻出来 God Is True 看到吗 所以 这个 Is True 是一个Predicate 是一个 叙述的 描写法 来描写 那个名词 这个叫 Predicate Use 那么 假如碰到 这个 没有这个 定冠词 比如说 只有God 跟 Anathinos True 那么 你看看 这个 下面 Number 3 若没有加 冠词 你看看 Anathinos Theos 或者说 Theos Anathinos 就是 True 一个隐藏 可以变成 Predicate Use True Is God God Is True 但是呢 也可以把这个 变成 因为它没有 这个定冠词 你可以放在 A True God 变成 形式的 解释 所以 它就说 你要解释 是真实的神 还是神是 真实 形式用法 还是虚实用法 要看 Context 假如它没有 定冠词的话 基本上 你就要看 Context 来翻 是 真实的神 或者神是真实 两种的方法 都可以的 就要看 Context 那么 我们来看 Predicate 87 刚才提过了 形容词 跟名词 是什么 性 数格 必须一致 in agreement 所以你看看 这个 形态相同的 比如说 How Agathos Norgos Agathos 就是good 所以 这个是 形式用法 The good word 所以 我为什么说 用英文翻译呢 会比较清楚 中文呢 就好的话 就没有办法 把那个定冠词 翻出来 你翻英文 就可以翻 The good word 这个good 是描写这个话 就是 正常的 一般的 形容使用法 那么 Tone Agathos Logon 那么 Tone Agathos 就是变成是 这个 The good word 但是因为它是 直接收割 你看到那个 Logon 是直接收割 所以 你这个 前面的形式用法呢 也是要 跟那个 名词配合 用直接收割 Agathos 把好的话 比如说 Speed The good word 假如 在整个句子里面 它现在只是 把一部分 Speed The good word 这个Speed The good word 那个是 直接收割 所以 那个 Good 它的字尾 是用 Agathos 跟那个 Logon 配合的 那么 Hey Kalei Hardos 那么 这个Kalei 也是 就是 Pretty Beautiful Good 但因为它是 Hardos 注意啊 这个Hardos 你看它是阳性 滋味 以前就说过了 其实它是 阴性的 字 所以 你的形容词呢 要用 Hey 用阴性 The good way 所以 这个Kalei 它是用阴性的 那么 另外一种 形容词呢 可以说 名词的用法 比如说 我们英文也有 比如说 The rich 你看到 Rich 是形容词 但是 The rich 变成是 有钱人 变成是 名词用法的 The poor Give money to The poor 你看 Poor 是形容词 但是呢 英文也有 这种用法 这个形容词 是变成名词 给钱 给那些穷人 Give money to The poor The rich should help The poor 所以The rich 是形容词 但是也可以 当成名词用法 那这个其实 希腊文早就 是这样的 Argathos 这个是形容词 Good 可以翻译 A good man Agathé A good woman Agathón A good thing 看到吗 那么 Agathoy 这个是 种树了 所以翻译的是 Good man M-E-N Hoy Agathos 注意定观词 形容词 但是可以做名词用 The good man Hoy Agathoy The good man 种树 M-E-N 所以注意 这个跟英文的用法 是一样的 形容词 没有跟任何的名词 The adjective itself Can be a noun 好 那我们就 看一下这些 单词 这是 很重要的 Antonio 就是Commandment 用音信的 命令 这个诫命 Cacade Cacade 就是Bad Calon 就是美好 Calon 那么这个是 它是用这个 直接授格放在这里 它就告诉你 它的圆形组格是 Coloss Marcary Oil 就是有福的 Marcary Oil 有福的 Blessed 是一个形容词 它这里 是用那个种树 但是它就告诉你 圆形的单树组格 是Marcary Oth 然后Mekale 所以我们说Mekachurch 就是从这个Mek 最大 变来的Mekale 然后 Oth 就是Temple Dem 那Oth 是用阳性的 Protein 就是第一 The First Prototype 第一个的原版 Prototype Proto Protein 然后Protoi 就是 The Poor 就是 虫 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同样的 就是回去 就做这个习题 都是从第五题开始 然后 刚才一开始就讲到 这个 Demonstrated Pona 史诗代名词 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 我们原来学的 那个代名词 He She It 那个 Othos Othai Othon 那个形态 你看看 跟这个 史诗代名词 好像的 你看看 我们先做 解三句的翻译 Who Tos Esteen Hor He Oth To The Woo 所以 Who Tos 不要看错 不是He 这个是 This Is The Son Of God 看到吗 Of God 是所有格 Of God To The Woo The Son 主格 Hor He Oth 所以 就是约翰一书 这个约翰一书 一章三十四节 This is The Son Of God 我们再读一次 Who Tos Esteen Hor He Oth To The Woo 然后第二句 How Tos Esteen Hor Pay To The Woo 注意 这个 也是 This 但是呢 它是用 阴性的 因为要配合 那个 He A K Pay 这个爱 是阴性的 This is The Love Of God 这是 神的爱 约翰一书 五章第三节 第三个例子 Too Tos Esteen Tos E K To The Woo 那么它是用了 这个 这个中性的 指示代名词 This This is The Wood 因为这个工作 Erkon 它是用中性的 所以同样的这个指示代名词 它描写这个名词呢 它也要配合 所以它用中性的 Tutor Tutor Esteen 所以 你就发现 我把 这个 我把这个 menu放低一点点 所以看到吗 我们这个指示代名词 Hoot Houti Tutor 跟 He She It 那个 代名词 He She It 那个形态很像 你看看 注意 在此 在这个代名词 He She It 我刚才一开始提了 是 Alpha Yota Al 它这个是 Omicron Yota 看到了吗 这个是 Woo 一个是 O 但是一个 Woo 只是代名词 Woo 因为它 用了个 有七号 所以变成 How 变成 Who 变成 Who How To 看到吗 所以呢 你要背起来 这个He She It 它的字头 都是用 Al 我刚才提过 就像那个 叶音 O W L Al 但是呢 在这边呢 只是代名词是 Who 你就用 W H O 谁 Who Toss How Tot 看到吗 来背起来 Who 所以这种Who 只是这个 代名词 He She It 它的第一个音 是Al 像叶音 O W L 在指示代名词 This 它 第一个音 是 因为有七号 变成 Who 看到吗 Who 形态很像哦 它是 Omicron Yus 它是 Alpha Yus 所以一定有记住 其他地方都长得很像 Toss Toss To 但是只有 前面 一个是Al 一个是Who 注意吗 所以 好 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男性的指示代名 This Who Tos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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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 所以呢 它 另外一个characteristic 它是用Tao 这个字母 在所有格 间接受格 跟职业受格 所以 第一个字 组格 它没有Tao 它只有 Who 然后变成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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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To 两个两个两个 所以你就背识 两个两个两个 Woo Toss To 那中树呢 它 也是 同样的 这个 第一个音 Who 但是尾巴是中树的 Oi 变成 Who Toi 但是到了所有格呢 基本上也是以T Tao 为主 主调 T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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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 到了所有格的时候 加个Tao在前面 就是To 都是二 记住 二 那么 主格是谁 WHO Who 记住啊 主格的时候 然后女性呢 她的 头一个音是 怎么办 女孩子 怎么办 How 因为她本来是O 但是加了个 有七号变成How 看到吗 有七号的前面 所以 How T 然后到了所有格呢 又把那个Tao 那个特点 打出来了 是Tao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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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中树 还是一样 怎么办呢 How Tao 为Mas I How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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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以这个 Tao 为主 Tao 好 好 那么到了中性 就Tao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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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中树 就是也是有个T在前面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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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要注意这几个地方 好 所以 基本上就要提醒大家 这个只是代名词 this 跟那个 代名词 he he should it 形态很像 但是记住 he should it 是用 How Out 用 Out 做头 这个是用 这个 who 跟 How 做头 跟着中性 就是 to 所以 Who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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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定要背起来 Who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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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边呢 他也是把那个定贯词 列出来 让你跟这个只是代名词呢 做一个比 comparison 那定贯词我们早都已经看过他了 基本上组队就是 Who Hey Tao 所以也是有 跟只是代名词一样 有七号在上面 所以不是读 O 是读 Ho Ho Hei Tao 然后 Hoi Hi Ta 所以注意啊 这个阳性跟阴性呢 它基本上都是有 有七号的 然后到了所有格都没有了 就是 就是你看看这个单数的蓝性定关词 Hor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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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阴性的 Hey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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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注意啊 它是 所有格跟间接收格是有一个一样印在上面 Hey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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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中性的单数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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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浮述的定关词 Hoi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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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都是跟那个阳性的名词字尾 变化是一样的 然后女性的定关词跟那个阴性的名词的字尾是一样的 他的 Hai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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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中性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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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就讲了拖拖拖拖 就是他们定关词 中性的一个特点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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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单词呢 就是 注意看这是有个有气号 所以是Heima 我们这个课本好像可能要放大的看到 我看看这个 我也看不清楚可能没有这个有气号 应该是Heima Heima Heima Tao 就是学Akainos 注意这个Akainos 是Dose Dose 不是This 刚才学那个Hutos 是This 这个是Dose 所以就是两个不同的Demonstrate pronoun 然后这也是Hang 就是He was So what to be He was Flema Flema 愿人都顺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旨意 在主导文里面就用了这个 Flema 这个旨意 Rom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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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Romans Romais 就是罗马人 那么同样的我们的翻译呢 也是从这个从6好了 从6做到11 因为它有11题 大家写一下 我把这个拉回去 好 那我们 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希望 把这个39课 也是一个重要的文法 就是Preposition 介细词 Preposition 就是像我们英文的 in through by 这些都是Preposition 所以 我们来看这个96 paragraph 96这个例子 Humais Asthet And Crystal 还记得这个代名词吗 Humais You Are As men Asthet 是第二人称 所以用Asthet You Are 这个 and 就是in In Christ 所以你注意 这个Preposition 它要描写 那个名词 跟在后面 那个名词 要配合这个Preposition 所关联的格 and 一定会关联这个名词 让这个名词 变成 这个 间接受格 所以and 后面跟着的名词 一定要用间接受格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名词 是用间接受格 你就知道这个名词 是被这个Preposition 来连带的 所以 它会分得很清楚的 究竟这个Preposition 是跟着哪一个名词 你是从它的格 就知道了 因为不同的Preposition 它定规 后面跟着的那个的名词 会有一定的格的 所以 在这里and 它来 连接这个 Christos 基督 基督就又被它定规 用间接受格 所以就看到Christos 你们是在基督里 所以它在基督里有个说明 这个所有格 通常是连带那个名词 是一种脱离现象 是一种脱离现象 比如说 apart from 或者说 away from 会比较用所有格 就是那个名词 然后 间接受格 是连带一种禁止状态 所以 当你要表达 比如说 paratofilo para在基督里可以表达是停留 后面那个名词 因为它这个para 是表达 比较一个禁止状态 所以它就用 tofilo 间接受格 那么 直接受格通常是表示 一个motion toward a place 那么 就是 它来用这三种的观念 让你去了解 就是所有格 间接受格 跟直接受格 跟那个 proposition 的一个关系 所以 比如说 你看看这个图 你就比较清楚了 比如说 啊 你要表达 比如说 看看中间 as into 在左边这个呢 都是用 直接受格的 名词 所以说碰到 这个proposition 去描写那个名词呢 那么 那个名词都是 用直接受格的 所以这排的 在最左边的 这些proposition呢 都是好像 toward 一个的地方 比如说 as into 那么 as 描写 into 那个名词呢 那个名词 就要用 这个直接受格的 比如说 你要表达 第二 foo 比如说 foo away 通过那条路 那个路 就要用 直接受格 所以 注意在左方 可以在 你们的笔记本 里面写 在最左方 这个圆圈的 最左方 节排的 proposition呢 基本上 它的 名词呢 跟着的那个名词呢 都是用accusative 直接受格的 那么 这个圆圈中间呢 有 比如说 有an 有kata 跟anar 在上面 这三个的 proposition呢 连带的名词呢 基本上是 见解受格 所以你可以在 圆圈中间 写一个 dative 见解受格 这三个proposition 那右边的 这些proposition aport away from act out of 说 连带的 那个名词呢 那个名词 都是会 用 这个 用这个 所有的 记住 所以刚才 就 表达了 away from 你看到吗 separation 这种含义的 都是会用 那个名词 会用所有格的 所以 这个图呢 你一定要 多写三个字 最左边的 这些proposition呢 说 连带的 那个名词呢 那个名词 是要用 直接收格的 那中间 这些proposition anar anar para katar 是用这个 见解收格 右边的这些proposition aport 跟act 跟para 都会用 这个 所有格的 那 这个 下面 第二边 那就说明了 带所有格的 proposition 像apart away from 你看到吗 第二 都是 经过 所以 在 刚才这个图都 没有写的太多 这边呢 就写的比较 完整 不实在 那就是apport 跟act 是所有格 那个名词 它会 借系的 那个名词呢 要用所有格的 所以当那个名词 更加aport 后面呢 那个名词 就要用 所有格 所以要 背起来 aport dr ak fp prorap peri hupere 跟 hupore 这些后面的 名词呢 都是会用 这个所有格的 那么 带见解收格的 proposition 就是and 在上面 好像一种停留状态 那这个prorap 它有两种解释的 也可以解释 都评成 near 或者by 在旁边 是一种禁止状态的 所以 那个名词呢 是用见解收格的 或者with 可以翻译with 那么第三种 就是带直接收格的 proposition 那dr 它有 不单单 这个dr 当你解释是through的时候 你是那个名词呢 是要带所有格 但是呢 假如这个dr 解释是因为 on account of 那么 它 这个名词呢 就要带 直接收格 所以 要背起来 dr 有些的proposition 三个地方都用 就是不同的定义 它就可以跟不同的 这个名词的格 所以 带直接收格的 就是dr 就解释是什么 on account of 这个 as into 或是达到 然后 appear 在上面 或是concerning parag towards 或是在旁边 by to read about pros 就是前往 to hupair 在上面 hupo 在下面 这种的解释呢 那个 所带的名词呢 就是用 直接收格的 所以需要有这种观念 所以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为什么跟着这个proposition 后面的名词 它有不同的格 所以 不同的格 那个proposition 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那么 在一般情况 不同的proposition 它会 规定后面的名词 要用 直接收格 还是间接收格 还是所有格 所以记住 刚才这个圆圈的table 左边记住 是accusative 直接收格的proposition 中间是dative 右边 是所有格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基本上 时间差不多 我们来读一个单词 acicomai 就是我进来 acomai 我来 一个是进来 一个是我来 he was hen menon 停留 所以 约翰飞十五章 耶稣说 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 这个住 就是用menon这个字 常常停留 lodging in Christ 要hupon 就是离去 hupon 那同样的 我们就 基本上就是翻译 注意的是proposition 但是proposition 后面跟着那个名词的 那个格 你要注意 那么就知道 这个proposition 是关联 描写哪一个名词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也是一样 做五到十 五到十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学习 最后的一个作业了 五到十 那么 这些所有的作业 一定要在 这个学习结束 在今天之后 一个月之内 所有的作业要交回来 因为我 一个月 我就会把所有的分数 去处理 所以不能超过一个月 所以所有的作业 每堂课都有作业 所以 还没 做的就是要尽快 好 所以我们 基本上考试呢 是用一个比较 容易的方式 有些比较复杂的 我就不考了 就希望 每个同学都能够努力 都能够考得不错 所以每个同学都考 就算你真的是 不行 你最少把那些单词的翻译 句子的翻译 其实都很容易的 刚才把范围给你了 那么文法的智慧变化 那个可能难一点点 那么也尽量做 但是那个24个字母的 Dictation 墨写是一定要做 所以鼓励每个同学 好好努力 好 我们都停在这边 我们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 哈利路 天国们在明里 主要你带领我们这堂课 从开始到摩尼 主要我们真的看到 原文的解经 何等的宝贵 能够让我们按正义 分解真理的道 主要我们这个希腊文 初阶 这是真的是第一步 巴不得我们开了这个门 我们同学们 能够自己的 self study 继续的 不断的 在希腊文的文法上面 可以谨慎 来帮助我们 每个同学 一生用希腊文这个工具 能够了解你的话语 听我们同心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走 阿们 哇很好 阿卢拉加油 我先把这个关掉 stop recording